就打过几次瘦脸症 很多人现在就说我胖了什么的 其实不是 就是瘦脸症失效了 是因为肌肉又回来了 而且肌肉回来比原来有力好多 吃东西都省劲 筷子都能嚼断了 每天都吃竹子什么的 我摸什么 给我弹出来了 夸张 咱俩演的都不好 夸张 说这个你别的也没做过 别的 没有 我小的时候其实考虑过很多 各种就是微调的那种项目 就外面焦虑 就会查说 怎么怎么样能稍微变得更好 后来慢慢我觉得这个事 就是一个看习惯了就好了 我不排斥自己在意 容貌这件事 我觉得它就是 有一个度吧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但你要 会判断那个风险 能不能承担 而且值不值得你去承担 哎呀 最后来说啥事